後市走勢 剛才所說的因素 始終還未能消除 就是中央監管的問題 會不會是延伸到各行工業 上星期基本上星期一至星期五 都有新的行業有消息會出現 所以我覺得這個陰影之下 其實即使反彈 其實市場信心也不足夠 你看回牛證分佈來說 牛證最新的重貨區 都去到現在24000左右 所以看到一些人對後市的信心 其實真的相對為之弱 我們可以留意恆子 今天彈的幅度 看看會不會是先興奮 然後就悲觀 看看彈多少 上到25.5關 站得穩 今天收市也還好 如果今天彈一彈之後 下午25.5關也有下去 其實今個星期也沒有太忙 看看業績 我們在做一番好 一會兒說 我們可以留意恆子 我可以留意恆子 我剛剛想要走 那四個月 我們在2003月 都可以留意恆子 你們現在可以留意恆子 我可以留意恆子 從一開始 正門是我們的